锅里下油热了以后 把虾头虾皮一炸 等把那个虾的红油炸出来以后 啪一碗水 又来了啊 又来了 今天做一个没做过的啊 一会儿我边吃边教你 怎么弄 咱们这得先拌 是拌汤的面啊 拌浓的汤的面 上面也是我们这个爆辣辣椒啊 还是养心来一口 吃面一般不喝酒 但是来一口注入性啊 来吧 来口蒜 太成功了 先吃几口再聊 来口汤 太靠谱了 算你怎么做啊 昨天白灼的这个虾 海虾 没吃完 剩了以后剩了以后七八度 今天我就灵机一动啊 我说今晚必须得吃碗面 好几天没吃面啊 但是虾肉都包出来 虾头虾皮留着 然后下油 锅里下油热了以后 把虾头虾皮一炸 等把那个虾的红油炸出来以后 啪一碗水 一碗清水一小碗啊 就多了 然后呢 拿抄子把这个虾头虾皮都抄出来 加点蚝油酱油 下一把葱 大葱啊 这就是汤面 鲜虾味 这汤比那个虾鲜啊 因为虾的鲜味都在脑袋里 还跟你说一个广东人 有种叫竹生面 竹生面的经典汤底 实际上就用虾头 炸虾头的油 然后汤里面呢 有一种叫大地鱼的鱼粉 把大地鱼烤干了以后 磨成粉 然后煮它 就这种鲜味 嗯 这剩俩虾 钻了一锅脑吃吧 虾没面条好吃 好 成功了 再见啊 再见 是不是 再见